大家好,这里是南院秘密研究所,南院老师教你学八字,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刚和欢瑞和平解约的当家一姐,杨子。 杨子算得上90后演戏演得不错且情商高的女明星代表,她所出演的家友儿女大女儿角色,大家还是历历在目, 对她的明星成长路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期待与赞赏的,重温她的过去,我们来分析下她的命理情况。 杨子生于1992年11月6日,日主是炳火,鼠阳火,炳火是太阳之火,加上年月日三柱纯阳,体现在性格层面,这样的女孩很热情,阳光外向,并且有很强的好胜心。 不过,此命炳火生在虚悦,不得令,炳火身弱,五行喜火,杨子这个名字,一目一火,相生相助,声望日主炳火,家人给她改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名字。 鸭子炳火身弱,属于爱憎分明,敢爱敢恨,也是比较冲动型的女孩,对待自己的演艺事业也是这样。 《欢乐颂》里面的邱盈盈,就是她的本性出演,性格,冲动,爱恨分明,高兴就是高兴,不开心,不高兴就敢嚎啕大哭,把自己的个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但是她炳火身弱,属于外强中干,看上去强,内心也有心虚,不自信的一面。 全局洗行丙丁火运,才杀运,但即木印破石,为什么看到杨子的八字? 我会说这是一个妄肤体呢?杨子在不知道出生时辰的情况下,从日主炳火可以看出,火生土,炳火生两个石神,虚土,石神可以看出这是杨子在从事演艺工作的业务能力,才艺表达及发挥。 他的两个石神虚土生出偏财羹筋和地之身,身筋中藏有羹筋,这里可以理解成杨子的演艺工作业务能力可以生出偏财,偏财有根有力量。 看起来真的挺能赚钱的一女的,杨子年干的人水是她的七杀星,在这里可以理解成是杨子的夫心。 以前曾多次跟大家讲,羹筋发人水是最有力量的,人水周围两个偏财羹筋发水源,两个偏财养着夫心。 这真的是很旺夫呢,以后谁娶杨子谁幸运,太旺夫了,大家可以看杨子这几年的作品,忘了好几个男主角。 一个演员想在娱乐圈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混出一片天,他的作品定位和人设很重要,大部分能靠一部作品爆红的演员,很多都是因为自身气质和剧中人物性格相符,只有释放自我的角色,往往才是最有特色最让人难忘的。 这是放在羹筋身上,也是一样的,羹筋十岁前后才交运,且交运即有,财运为主,幸运财不透干,反而是极土透,不至于识去生财生杀,有运财生杀,助其杀气,必然追求名利,定有发展。 从1999年,羹筋参演了个人首部影视作品《如此出山》,正式进入演艺圈后,以后每年,羹筋都有出色作品呈现在演艺圈。 21岁后,羹筋行的物身运,身得又是财生杀地,且物实帮身。 羹筋是个很有追求的女明星,反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此运十年,羹筋同样收获名利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羹筋十岁起便连走己有,物身二十年好大运,童星出生的他起点很高,靠一步加油儿女红遍中国后就开始正式进军娱乐圈。 刚进圈的头几年,他几乎是属于一种摸索状态,接触的题材各色各样,有军律的、抗日、都市的、医疗的。 而物身大运的十年正式见证了羹筋从童星成功转型到市场认可的九龄后演技小花、杀的长生、物实干透,组成了坚实的十字杀格。 虽然杨子已是流量小花,但这十年,杨子付出的艰辛也是常人所不能的。 在接演了欢乐颂的邱莹莹一角后,杨子似乎找对了定位和系路,再加上大运和这几年的流年相助,杨子甚至一举登上年度人气女星的位置。 但巅峰之后便是低谷,这是谁也逃不过的周期定论。 2022年正好是杨子三十而立的年份,也是他即将换运的年份。 丁卫大运,这个大运远不及前两个大运来得好,感情和事业上都容易出问题。 第一是,丁卫大运,一来为土性造火墙,在原本土多的情况又一进步增加了土性,同时造土脆坚,一定程度破坏了流通的局面。 第二,天干丁火,争和人水,丁为劫财,人为官杀,类向上,前者代表同辈竞争对手,后者代表个人事业和另一半。 因此他在下一个大运里,事业和感情上都容易出现被同类争夺之相,容易出现一位或者多位和他气质相似,戏录相同,条件差不多,但是更为年轻的女演员,抢占她的流量,挤占她的市场。 世俗层面的逻辑解释就是,一,一直以来都在演少女,缺少拿得出手的过硬作品实在不多,目前的大热剧能给她流量和名气,但是没法帮她往新的方向提升。 二,丁为运始于三十岁,女演员,女性职业的分水岭,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演年轻人,尤其是女演员更不可能一直演少女,即便是陈乔恩这种少女戏大咖也有被人吐槽的一天。 在养子局中,时神当权,杀在年之,在年月日中,观星不现,又婚姻宫中落虚土,虚为华盖,若是以复兴论,但以鬼水为夫,但月令,夫妻宫均献物土,和伴鬼水,可见复兴不清。 晚婚必然,2017年,丁佑流年,有志穿破婚姻宫虚土,时色性也,时才进婚姻宫,也所谓门当户对,该年情感有动。 据消息,2017年2月16日,杨子在微博承认与秦俊杰的恋情,但到2018年务虚流年,杨子的时神流年以及商官流月杨历八月充刻到了年珠的关心。 隐心一般时商很旺的时候,适合拼事业,而感情方面往往会比较不如意。 该年8月,杨子和秦俊杰工作室先后发布声明,宣布两人以和平分手,结束恋人关系,做回朋友。 关于杨子的旺夫、事业、情感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订阅。 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下方留言,我们会一一做出解答。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